我50元的助攻存檢法只存了一個半月 想不到竟然可以存到 哈囉我是星裡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們一直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應該就知道我在3月的時候 施行一個50元的存檢法 那這個50元存檢法我都是存在這個小助攻裡面 那我呢就是每次出門只要有50元 我就會把它投進去裡面 那也因為我在進行這個50元存檢法 我都會特地讓店家找50元給我 那因為呢最近我覺得它的空間已經爆滿 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開箱 這個裡面呢到底存了多少的錢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其實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看這個裡面到底有存了多少錢 因為畢竟你知道我去了澳門又去了日本回來 所以身上的荷包多多少少有一點失血 所以想要看看這裡面到底可以彌補多少的錢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看這裡面到底有多少的錢吧 所以我先從後面把它拆開 欸很多欸 其實很多欸 給大家看一下這影片到底有多少的錢 我們以500元為單位做計算好了 雖然我覺得應該沒有辦法到那麼多錢 沒關係我們現在馬上來算算看 這樣子總共是1500元 我這樣一疊是500元 所以這邊總共有三疊 所以總共是1500元 其實看似這個小珠光很小 想不到裡面可以存那麼多錢 這一次我大概從3月中開始實施這個存錢法 一路存到了5月 那因為5月其實我前面幾天都在國外 所以5月也沒存到什麼錢 所以應該也算是從3月中存到4月底 那5月我就幾乎沒有在存錢 所以算是存了一個半月裡面可以有1500元的存款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欸 這個存款不會讓你感覺到任何的壓力 就是你有50塊你就丟進去 有50塊就丟進去 而且還會想要促使你想要存錢的那種慾望 因為每天出去外面買東西 我都希望可以拿到50元的硬幣 因為我這樣子就可以回家存錢 像是只要我去買70元的東西 我就會給他120 讓他直接找我一個50元硬幣 或是如果我有太多10元的硬幣的話 我也會直接換成一個50元 因為我覺得撕起這個存錢法之後 更促使我想要去存錢的那種動力 因為我覺得算是一個樂趣吧 看他日漸變滿了 而且聲音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重點是這個完全不用感覺到任何的壓力 我覺得這就跟很多存錢頭有繞的一樣 但是我覺得這種小珠公啊 可以讓自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壓力 因為我覺得一次買那種太大的存錢筒 你就會想說 到底要何年何月才有辦法把這個珠公存滿呢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你是想要剛起步試試看這個50元存錢法 非常建議你可以先從小的存錢筒開始做起 因為你就不用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想要什麼時候可以存滿 而且這種小存錢筒也比較容易存滿 你先累積一次的成就感之後 你再慢慢慢慢的變大 你就會同時鼓舞自己覺得 真的有辦法越存越多錢 慢慢培養你對於存錢的這種興趣跟成就感 我覺得真的算是不錯 所以我覺得存在一個半月可以存到1500塊 我覺得這樣子的效果算是還蠻不錯 欸這個不是強制性的 我不是每天都有投錢 我就是有50塊我就投進去 你投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完全忘記這筆錢的存在 之後再結算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又賺到一筆錢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喜悅度真的是很棒很棒好不好 所以我真的還蠻推薦 社會新鮮人跟大學生可以試試看這種 50元存錢法 並且可以先從這種小豬公開始試騎 你就會慢慢的累積你的成就感 越存越多錢好不好 好那這次的50元豬公存錢開箱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還有什麼非常好用的存錢方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我很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喜歡或是訂閱喔 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出過任何影片的通知喔 我想要示範一下 在賽館跟粉絲專頁還有布魯格 大家可以去按載追蹤跟觀看 我是喜悅 我們下次再見 掰噗 欸有1500元我真的覺得 很多欸 我真的覺得 很讚很讚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一開始想說 可能沒有那麼多 搞不好還不到1000塊之類 想不到竟然有1500塊 而且我真的沒有強制我自己想要存錢 我就是有50塊我就丟進去 一個半月可以存到這樣 我真的覺得 心滿意足了 明天 明天直接去銀行把它換掉 又存了一筆錢的感覺 那種成就感真的是 無法言喻的那種歡欣鼓舞的感覺 好不好